这是业务人员 老师电话摆这样子 就是如果它是业务人员的话 是OK的嘛 它还是算OK的 但基本上还是放左边 但是如果它是业务人员 放右边还比较不忌讳 代表说它可能再接一些女性的 例如说保养品 或是女性相关的物品 它可能会更加顺利 但唯独这个的话 因为它要摆个心机 可是老师你看它这放对了耶 是不是 供得很好 但是放得不好 对 真的 为什么 因为有米又有水 还有一个小柴壶 对 这里 真的 表示它真的很缺钱 需要业绩 但是这个金鸡 要把它放高一点点 因为这个金鸡后面 有一个土地工的像 它这个椅子看起来就很有气势 因为它有一个靠背 这个很像老板的椅子 有点像老板的家室 像一个主管 后选五通常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选定办公桌 除非你是主管阶级的 很有可能 主管阶级通常都会坐在这个办公区的后面 对不对 那其实后选五最怕什么 没有靠山 例如说像我现在坐的位置 我后面有一个布景 它就有靠山 对 那有些可能是走道 有些可能是窗户 那没有靠山的情况下 特别容易犯小人